整整一年都不需要吃药 十岁男童原本气喘控制得不错 最近突然复发 严重到住院 因为爸爸放无薪假 那爸爸家上又有烟瘾 那因为抽烟的关系 又发他气喘又严重发作 肺部有轻微净润 家人担心跟这一波肺炎疫情有关 排除疑虑之后才知道 大人在阳台或门口吞云吐雾 对气喘儿也有影响 也以为没有在家里面抽烟 那身上带上的二手烟 三手烟 也会诱发孩童过敏疾病 烟瓶燃烧之后复杂的化学物质 除了会附着在吸烟者的衣服上 也会潜藏在居家环境中 这些悬浮物质其实都会随着空气 然后慢慢地地吸引力 沉降在我们所周遭的东西 把那个环境要做清洁 然后床单要洗干净 甚至尽量不要摆设地毯之类的东西 家有过敏气喘儿童 吸入过多二手或三手烟 有害呼吸道系统 隐君子父母与其想 到哪里抽烟才安全 不如直接把烟戒了吧 在爱新闻国林杨军听台中报道